欸我们今天要录多久 三十分 二十 二十分钟 这样感觉压力小一点 应该很容易吧 很容易啊 二十分钟很快 而且你不是说你主要是要分享 你的早自习 哦是吗 有人会想要知道 二十五年前早自习 长什么样子吗 可能大家会当考古在听吧 还好吧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马力欧陪你喝一杯 我是马力欧 马力欧聊天Bar 哎呀 好自然哦 天哪 讲了几百次这句话之后 真的太自然了 你的Bar要卷舌哦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马力欧聊天Bar 我是马力欧 好我们这个马力欧聊天Bar呢 是我们新的尝试哦 就没跟你带 哎你刚刚没卷舌了 有Bar 你就聊天Bar Bar 你们就卷舌好不好 卷舌 第一次开张 卷舌应用证事 我暂体会的啊 咱从小就是听向神长大的 北京枪吗 对 说两句的北京枪 大家会不会就关了 难不倒咱的哈 好 大家知道我是谁吗 大家知道 不然你介绍一下你是谁好了 我是阿亚 谢谢大家 好谢谢 聊天Bar第一次开张 它是什么 它要干嘛 这个开这个主要是聊你的心路历程 你的个人故事 就聊天吧 聊聊天吧 想那么多干嘛呢 咱就聊聊天啊 就那个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你们走进去酒吧 然后随便找个陌生的聊天的感觉 就有点像是说 今天你在酒吧里面 听别人聊天 对 通常大家就会聊一些 今天最近的时事话题啊 所以你都会偷听旁边的人在聊天 你自己去喝酒的话 其实也还好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喝 试试看吗 怕你太闲了 并没有 你知道会让大家误会 No 好 所以这个聊天Bar 就是在聊聊时事 聊聊话题哦 然后有一些我比较感兴趣的 那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 随便啦 我也不希望给大家什么东西 对 听听看感觉怎么样 你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比如说 诶你觉得有什么话题 想要听听看我们的想法 结果没有想法 拜托 我好羡慕那些 一直有人问问题的 Podcast 回答问题就可以做一集 每一集都可以回答问题 多少QA 我有多羡慕你 你之前QA也是都没有 在你都把回一两集就结束了 累积一年才可以做一集 人家每个礼拜都可以做一集 sorry 对啊 该检讨的是我们 对 让人家他对我们毫无疑问 你问 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有点挫折感 你如果说对于有一些议题或时事 感觉想要聊聊 想要看看 马力尤有没有什么意见 那就来写信或者是私讯 或者是Apple Podcast 留言都好 五星给我们 一星也可以啦 反正我们也 一星也可以你确定 看开了 对啊 你真的有想要回到排名一百千吗 你留一星我就呛包你了 好啦不用啦 反正大家就是开心就好 好不好 那聊天Bar 聊天Bar 第四的第一个主题开张的是 是所谓的这个国小国中高中 有一个东西叫早自习这件事情 还有第八节啊 第八节 哦 有很晚的那个 因为一般我们在这个 这个中小学上课大概就是七节嘛 第一节到第七节 其实我已经忘记了 管他第几节 也是 我都觉得我好晚下课 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 还要晚自习 对还要晚自习 干嘛九点才离开学校 第八节然后才晚自习啦 然后都留到九点啊 在教书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是教育部开始决定在九月 就今年九月 2022年的九月 就是第111学年度开始 高中的早自习跟第八节禁止考试 然后这个早自习 可能也不算迟到 就以前是如果早自习 没有到或者说早自习超过几点的话 也算迟到 我们要让那些 已经离学校生活很遥远的人知道 迟到会是几点迟到 每个学校应该不一样吧 我记得我以前是七点半 如果没有到校就迟到 对就早自习可能七点半开始 然后 但其实第一节课是八点 八点十分才开始 八点十分 才开始 但是你七点半没到校就算迟到 就算迟到对不对 对啊 对那他们是 就是从111学年度开始 这个会改 那其实最一开始是 有网友在 2021年12月的时候 2020年 2020年 前年12月的时候 在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提案 说要把国高中上课时间 改为九点半到下午五点 就是跟一个上班族 九点半欸 好爽喔 对对 朝九晚五 他连第一堂课都没想上欸 提案的人是谁啊 我好想知道 没有没有 他上到五点 他这样就还是八节啊 还是八小时啊 中间会有休息啊 等一下 那个第八节是几点开始啊 第八节本来是四点开始 那个是多的喔 对 第八节是四点 可是我一直以为 正常下课时间就是五点以后耶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对 所以他其实 虽然好像看起来说很多 但其实 呃 其实没有 其实还是八个半小时 但九点半会不会太快乐 对 我上班时间都没有这么晚欸 对 就是一个上班 上班族的感觉这样子 然后吸引万人复义 首先其实是成功高中先开始 成功高中 呃 上学期就已经说 喔 迟到不会记 就是如果你早日迟到的话 不会记警告什么之类的 就是他如果八点十分 以前 以前到就可以了这样子 就不用在那边什么七点半 因为我有看到他说好像成功高中 他的迟到 以前迟到的时间是七点四十五分 对 然后后来就改成 像这学期开始就是完全 就是反正你教法你的十分 诞读到以前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其实说 以前找自行你都在干嘛 我们都要考试欸 喔 我找自行那时候 还要磨背 还要磨屎 我跟你讲 大家都是什么七点半 七点四十迟到的对 没有 我大概七点就到 你去点刀干吗 你去点刀干吗 我从 我好像从国中开始 就这样子 你是成省人是不是 就不是啊 就被逼的啊 就六点钟就被叫起来啊 干嘛啊 然后六点半就把你丢出门这样子 这也是怕吗 不想要你在家吧 对六点半就把你提出去了 把你丢包 而且那时候其实 我国中开始就自己上学啊 也没有什么家长送这样子 不是啊 自己上学 你可以晚一点出门 你会逼 没有 因为他们早餐 早餐供应时间 就这段时间 就跟饭店一样 在自助bar 对 只供到六点半 六点半这样子 六点半没有起床 solo 好严格的家庭 对 所以我也要赶上早餐时间 对 在六点半以前用完 对 你就要早上起来 好吧 吃完就只能出门了 吃完就出门了 这样子 就那么早到 是要要干嘛 你能干嘛 你要 对 开始准备考试吗 没有我想起来 那时候就在看报纸啊 什么时候国中吗 国高中都是 国中好像 那时候就立志要当编辑了 没有那时候就在看 看前一天中华职棒的战记 报纸的用途是在看这个 然后就跟同学聊天 我也以为是什么伟大的梦想 那还跟同学聊天 聊前一天的广播里面 在讲什么东西 或前一天什么 电视 那早上怎么会这么清醒啊 七点半之前就没什么事啊 所以早自习它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耶 就少了那个考试 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考试 不能说没有意义啦 就是可能 就是可能有一些 复习的效果在 但是 如果它可以更 就当然如果你学生 更主动 更积极 像我们这个108课刚刚 就是强调你要 主动学习啊 素养啊 这些东西 那它好像跟你要 安排一堆考试 它其实观念或概念上 有一点像冲突 你就想要 你刚刚说的啊 你要帮大家复习啊 评量啊 对对对 我觉得 它有它的帮助 我不能说否认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要让大家更 自主 就主动去 做一些事情的话 好像应该要让它 安排 就是可以自己做一些事情 所以如果 现在这个时间 可以让你谈心运用 你要干嘛 不知道 我可以 7点之后才 聊天 我7点之后还可以有早餐吗 你怎么 到底多饿 挣你大 你吃完6点半了 你7点还要再吃一次 所以其实我是在跟我爸妈喊话 不是啊 如果就是好 如果你没有早餐这个问题的话 要干嘛 能干嘛 想干嘛 看看小说吧 我觉得我一定会超想要看课外说的 所以你觉得取消早自习 你是赞成 我觉得赞成 我觉得 我觉得 如果可以有一些方法 让大家可以看书或运动 我觉得很好 你说那个时间大家去运动 那怎么可能 你当过学生都知道 7点到校之前 你一定要睡觉啊 其实有一些同学 好像会去打球 或是跑步之类的 那就很自虐 或是很喜欢运动 比较 对 可能比较少 然后 看书的 睡觉蛮多的啦 对啊 不要否认 就是 八九成的学生 绝对在还没有上课前 还是打在睡觉 睡觉蛮多的 拜托不要说 我们连考证的时候都在睡觉都有 好不好 就是考卷发 我那时候 那时候很累的时候 高三的时候 就考卷发起来 然后把他说到抽屉里面 要去睡这样子 说在抽屉 嗯 就没有要写的 就没有要写的意思啊 怎样 你是就 就 让他去 就让他去啊 你是不会写 还是 也有可能啦 没有念 还是 这两个不是同样的意思吗 懒得写 因为有的是很聪明 就觉得瞧不起 那个考卷出的题目 哦 你是 我是 没有念 然后不会写 就是他是连贯的 好不好 不会写 我们就写了吗 反正我记得那时候 蛮长 就是直接放在抽屉里 这样子 你是怎么考到清大的 这个事情 我也是蛮好奇啊 现在回想起来 真是个迷啊 好 所以 我 我们那时候找志祺 大概就这样 那时候找志祺 出的周会 还有一些可能社团 社团活动 社团活动怎么那么早啊 有一些 看社团 有些活动会比较早一点 什么社团要这么早活动 那时候乐队 会去做一些 哦 是那种比较特殊性质的啦 不多啦 因为他们升起什么的 得再那么早 对 不多 但是 我还是有 我觉得也不是久 反正 反正总之 我觉得 上证课是 大家一起上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在那个之前 8点10分之前 给大家多一点弹性 我觉得也 也没什么不好啊 那种已经 应该要自主学习 给学生多一点 自主学习的弹性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可是就是以我 就是这么懒惰的性格 我觉得他就只是 多给我时间睡觉而已 所以其实呢 也没有关系 支持睡觉的 不是 那你就8点10分 再到就好了 你干嘛要在 在学校里睡呢 你就在家里睡到 你可以 因为有的爸妈接送 就是我7点就得出门啦 哦 那我就是在学校睡啊 好吧 就是我不管在哪里睡 那个时间 因为过去是 严格规定你 那个之前到校 是因为他运用 那个时间考试 或者做其他的事情 或者是补课嘛 那现在变成是 他严禁这些行为之后 我可以利用 那个时间来睡觉 可以这样讲 好不好 好啦 随便你 我刚才讲说 我不管在哪里睡 我刚才讲说 不是可以自己到校 为什么还要爸妈接送 有些地方就是要爸妈在啊 好啦 如果是 我觉得应该 这是一个趋势啦 我觉得慢慢的 其实这应该是一个趋势啦 然后 第八节是一样 就是不能考试 我觉得 或者说科学辅导 不强迫大家参加 我觉得这都是好事 而且 尤其是 我真的觉得 我们的运动 其实不够 你觉得其实 早自习这个时间 是要拿来运动 没有 比如说 健身操 或者说第八节之后 就是给大家一些 就是社团活动 或是更多的 课外以外的活动休闲 这样 我知道这都很理想啦 一定会有很多人觉得说 啊你这个太理想啦 怎样要自律 什么什么的 但是你这个不开始 就也不会 你有些配套方法 可以去做 不是说 就是好像都不相信 学生 他们没办法自律 我觉得这样就 你根本也不会 不相信我自己的 不会 我觉得你睡得很开心 我是睡得很开心 我觉得睡觉多一点 也没有什么坏处啊 真的耶 你看我们的网站 就是关键评论网 整理的这一篇新闻里面 一开场 就直接告诉你说 美国有一个长期研究显示 把上课时间 从七点半延后到八点半左右 学生的学成机会 有很多的进步 上课打瞌睡的情形 也会减少 也会有比较少 忧郁的情形 嗯 对啊 就睡多一点啊 这个 就这个方案前眼合理吗 哈哈哈哈 没有 我是跟大家讲说 其实 发育期 睡眠充足是很重要的 但是通常都念书到两点三点 不然你自己 你有念书念 你凭良心讲 你真的有念书念到两三点 你知道为什么要念到两三点吗 因为下课回家 已经晚自习到九点 对太累了 睡到十二点 然后起来洗澡 洗个澡 就只能起来写功课 再念一下明天 要就是要考试的东西 这样真的有用吗 哈哈哈哈 而且晚自习的时候 还会再睡一下 因为这太累 下完课太累 你这个分段睡眠 我真的觉得 不如就是好好的 就真的 该睡的时候 十点 十一点就睡 睡到七点 这样八个小时 但你就是会有一股莫名的压力 想说 那个我还没有背完 那个我还没有念完 那个我还没有写完 就那个压力会促使你 就是醒来 然后又很累 对啦 所以理想上当然就是说 这个课业压力的安排 它适中 然后不会说 你在这个正常时间之内 是完成不了的 哦 对 那但是你如果说 都拿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像我那时候看漫画 看很多 我是看金庸看很多话 那当然也怪不了人 所以到底那时候 为什么看到这个新闻 你会特别想聊 想到你的早自习吗 其实真的耶 因为我觉得 那个时候我没有排斥 就是说 因为我就说 我七点就到学校嘛 所以我其实对我来说 我从来没有迟到过 我的 呃 高中以前的求学生涯 从来没有一次迟到过 从国小 国中 到高中 连迟到 唯一一次 有迟到记录的 竟然还是我自己 写的 这超莫名其妙 我想说 哎 奇怪 我高中应该是全勤的 为什么没有全勤 然后看一下 好像我有一天迟到 我那不可能啊 因为登记迟到的人 是我自己啊 什么意思 登记自己迟到 就是不小心写错了 就我是负责登记迟到的 那一个人 那你其实没迟到 然后你写你自己迟到 对我写错了 这样子 号码写错了 嗯 你 那你是 就等到学期结束 才发现啊 那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对对 已经送出去了 没有全勤 没有全勤 莫名其妙 我明明就应该全勤 我国中全勤 高中应该也是全勤 所以我没有 我没有迟到的问题 有些 我知道有些同学 有些学生 他们会有迟到的问题 但我完全没有迟到的问题 从来没有迟到 所以是这个新闻 让你想到 零迟到记录 就好像 跟大家分享 但是其实找到 也有好处啦 找到可能里面 就是学校还 人比较少的时候 可能有些 威非作单 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这个真的可以讲吗 你的有趣是在 你知道我们 学校 在女朋友 不是不是不是 那可是大学的时候 我们高中的时候 我们高中男校好不好 男朋友也行 我们很开放 好 但那个时候就是 有一个东西 叫做黑寒 这真的可以讲吗 黑寒 什么黑寒 黑寒 就是攻击 某些人的黑寒 你们都在那时候 这样子喔 那时候就有了 然后你就会 是你负责写的吗 不是啊 早一点 因为他们通常是隔一天 前一天的晚上 进来翻墙 进来赛嘛 所以你早一点 进来的时候 你才会收到 因为你一旦 再晚一点的时候 教官就把那些东西 都收走了嘛 哦 你可以早一点 看到八卦就对了 对 你早一点 你会看到证据 可以收起来 所以你就是把证据 留出去的那个人 没有没有 我就是看到而已 现在 现在可能也不需要 现在可能都在什么 低咖上面 就结束了 这是你的早自习回忆吗 对 不需要用到这种 黑寒这种东西 来 大家来留言一下 当然以前早自习 或现在干嘛 或者是现在如果有 对 如果你现在是 国高中的听众的话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年龄层有这么低吗 好像有耶 我一直以为 我们是那种 商务人士的年龄 都有啦 都有啦 或者是你可以跟我们讲 你的小孩 对 爸妈应该很困扰 这个出来那时候 可能九点半的时候 爸妈想说 啊我上去 他没有九点半 他是八点 他还是一样八点 他只是说 不是我说提案阶段 你刚刚讲九点半到五点 可是其实你就想 爸妈其实如果你正常上班族上班 假设九点或十点 到公司好了 你让他九点半 你送他其实很刚好 有的公司很早 有的八点就上班了 你看像邮局那一种 就很麻烦耶 棘手 那你就早一点 把他送去学校啊 不是一样 来来来 赶快告诉我们 分享你 现在或是以前 早自习 对 如果你是现在的 国高中生 或是小学生 也可以啦 这个我就不太确定 到底有没有这么小的 然后你现在早自习 或者说你对于 早自习 不能考试这件事情 有没有 同意还是不同意 对 或是说你觉得 八点还是太早 你是同意吗 考试 不能考试 不要考试 对 就禁止考试 其实都可以 我觉得可以弹性 对不对 对 我是赞成不要考试 我觉得 我就是讨厌考试 需要的话 勉强 考试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我觉得大概 大概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啊 但就你 你觉得早自习 要干嘛 或者说你觉得 你觉得八点十分上课 太早了 你觉得应该要几点 下午两点 不要上课好不好 干脆一到五都不要上课 好 就几点 你觉得比较适合 或者说 如果你是家长 或者说你对这个议题 有什么想法的话 你就留言跟我们分享 你对于 这个接下来 我们在九月之后 就要把早自习 做一点调整 去哪里留言呢 在脸书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 脸书啦 随便 不能随便啦 到脸书 或者是IG也可以啦 IG哦 好啊 IG你看得到 你可以IG 发现洞 然后tag我们 哦 也可以 你觉得怎么样 tag 那个at是 Mario Young Mario Young Forever Young 多样我就问 对 Forever 好 你就 拼一下啦 Mario配你和一杯 小老鼠 Mario Young 如果不知道 好像输入 Mario配你和一杯也会出现 应该可以啦 好不好 tag我们 然后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抒发在线洞上 好了 好了 Mario会看得到 那就是我们今天第一集的 Mario聊天 Bar 我刚才想说到底是什么东西 到底谁去的 不要忘记自己的节目啊 米 好 这就是我们呢 新开张的第一集 Mario聊天Bar 希望你听着喜欢 有任何意见 记得跟我们分享 让我们知道 下一集要谈什么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